第1595集 他刚刚和霸天地交手了 对方毕竟只是程序 不是真人 不惧伤势 不惧死亡 不惧痛苦 战斗经验和技法又是格外娴熟 的确不好对付 坤王刚安慰完自己 忽然愣了一下 朝不远处看了一眼 此刻地上一根红色的毛发在飘荡 就是 下一刻 坤王脸色铁青 陡然看向霸天地 迪鹤道 这些苍帽来了 他过关了 他不敢相信 地上好像是苍帽的毛发 这毛有时候也会掉毛 这毛发是苍帽的吧 就那只猫也能过关 你欺负我真的不懂 苍帽的蠢猫能过关 要说打架打赢了 他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 坤王气得想吐血 藏猫在 那方平呢 他过关了 这霸天地一来就下狠手 这关恐怕不好过 方平带着苍帽居然都能过了 怎么过的 而且再看看那地方被苍帽做得有些凹陷的屁股印 坤王忽然觉得 这猫也许根本就没打动 要不然哪有时间在这鬼地方做出这么深的印记 坤王不理他 过了大概一分钟 轰隆一声再次出手 坤王无奈 只得再次迎战 心里却是怀疑 这一关真的这么过的 是不是有别的办法 还是说和上一关一样 坤王恨得牙痒痒 不会吧 上一关就是因为方平 他被西皇折腾惨了 这一关 难道也是因为方平 所以难度调高了 不会的 肯定不会 应该都是一样的 只是方平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可能顺利过关了 坤王安慰自己 都一样过关的 可此刻 他很想遇到方平 问一问 这混蛋过关 是不是也被霸天地打得吐血 要是也是如此 那自己倒是心平气和了 要是不是 坤王忽然觉得 自己还是别问了 要是不是的话 他能气吐血 已经过关的方平 可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进入的倒霉鬼 居然是坤王 坤王颇拔 在进入的人当中 实力极强 脑子也算够用 也算是一带人节 坤王破关速度也不慢 若是顺利的话 不会比李主这些人破关少 可显然 此刻的坤王 恐怕因为方平 被拖慢了不少 这时候的方平 也没在意那些 他进入了下一关 一到这一关 方平就很意外 这次真遇到对手了 不但是对手 还是对头 他刚出现的瞬间 前方 风陡然回头 面带笑容 余光瞥了一眼 还在蜕变的李寒松 再看向方平 笑容崭露 但笑道 人亡 久违了 这时候的他 看向方平的同时 也在看李寒松 当看到那一身骨骼在蜕变 脑袋已经完全蜕变完成 风眼神闪烁了一下 欲骨 这也是他最渴望的一种蜕变 之前图仁皇 逼迫了朱皇妥协 他没要别的 要的就是霸天地的骨骼 他就是想研究一番 最强玉骨的构造 他精神力极其强大 肉身却是有些薄弱 锻造玉骨 也是他最大的渴望 哪怕无法锻造玉骨 也要锻造一身半玉骨 如此一来 他在破八当中 绝不是排名靠后的那种 他缺陷比较明显 而现在 眼前这年轻人居然锻造玉骨了 他看了一会儿 笑道 这便是李寒松 霸天地的转世神 方平看了他一眼 此刻 他处于一个青铜色大殿当中 大殿中还有其他人 月灵 这是除了风之外 最强的天王级强者 破七的天王 除了月灵之外 还有一位天王强者 方平扫了一眼 不认识 微微醋眉 很快有了判断 初五者 没想到初五者 也有人进来了 他倒是知道 天壁大概进来了 不然铁头进不来 现在看来 除了天壁之外 还有初五强者也进来了 方平不知道 当时进来的初五强者不少 只是他没遇到 名神一群人都进入了此地 此地 他遇到了第一位初五强者 契机大概 堪比破六的天王镜 不认识 这代表对方 没参与之前那一战 那一战 方平也认识不少初五强者 和一些人还有过合作 这位没见过 当日应该没去参战 此刻 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武者 也在看方平 人王 人王之名 哪怕初五强者 也是如雷贯耳 之前图皇之战 人王之名响彻 初五大陆 各个大陆的强者 谁人不知道 人王是谁 何况 之前方平和圣武神 一群人交手 差点图了圣武神这群人 若不是镇天王说情 恐怕那几位天王 一个都不能活下来 看到方平的同时 他也看到了趴在方平肩膀上的苍茅 眼神微动 杀鸡一闪而逝 方平看向他 微微皱眉道 别动什么歪心嗓 你初五的几位破八领袖 和本王有协议 再敢动杀鸡 别怪我不客气 方平轻哼一声 有些不满 再看看对方和风站得比较劲 有些了然 淡淡道 哪怕封天王在这儿 也未必能如何 封 你不会为了触悟这少部分人的想法 和我作对吧 封天王玩味道 人王 你我之间好像还有不少账没算 窦天被杀 霸王被杀 殒灭被杀 都和方平有关 包括他被摩帝重创 封天岛沉默 也与方平有关 说起来 封天一脉 剩下他这个孤家寡人 方平那是罪魁祸首 方平不以为然 死几个徒弟而已 对你们这种人 又不是死了自己 算什么仇恨 少来这套啊 你虽然破八 可我也不怕你 封思笑非笑 玩味道 任王 你倒是敢说 你之前不过破流 哪怕现在真的破七 就真的不惧本王 方平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那位初五天王 想了想 点头道 有点麻烦啊 月灵 这俩家伙联手 的确不好对付 不让你为难 这位初五天王敢插手 把我干掉他 至于疯 我来舒适 方平也是霸气 气急一荡 虚空震颤 方平挺直腰杆 浑身血肉欲之化 一股原力爆发出来 气急瞬间从千万卡左右 迅速往上提升 一千两百万 一千三百万 眨眼间接近了一千五百万卡 气血强度 方平入身震荡虚空 天王印和圣人令在四周盘旋 此刻 方平也是冷漠无比 你以为你吃定我了 真要战 我陪你 肩膀上 苍猫喵无一声 精神力震荡 身上居然也有原力呈现 看得风 瞳孔微缩 方平冷冷看着他 风破疤 很强大 可他强在精神力 自己不算太拒他 若是换成红坤 方平恐怕没这么淡然 红坤气血正道 气血强大无比 预估恐怕都要彻底锻造完成 破碎第二道门户了 那家伙气血之力 现在都快接近三千万卡 哪怕方平全部转换成原力 也不是红坤的对手 可风 他缺陷也明显 地方不大 风也无法离开此地 方平只要靠近他 就有把握 握碎他的肉身 以精神体和自己作战 方平哪怕吃亏 也未必会吃大亏 谁吃亏更大 那还真难说 苍猫精神力也很强大 当然这猫没什么精神战技之说 可关键时刻 挡住风几次 方平也有把握让风吃不了兜着走 方平原力爆发强大无比 此刻之前没开口的月灵 眼神有些异样 方平真的越来越强大了 强的有些可怕 而且速度也快的可怕 这才几天呢 这家伙居然快把一身气血转换成原力了 真要全部转换完成 岂不是可以破八了 难以置信 方平之前答应过他 他玉谷成了 会破碎玉谷送于他 现在看看李寒松 那是真正的玉谷 再看看方平 玉谷成度比之前强大了许多 看样子方平真的有希望 很快成就玉谷 月灵也不吭声 却是瞄了一眼那位初五天王 至于出手还是不出手 谁也不知道 风看了方平一阵 忽然叹道 果然是天命之子 方平还没到破八的地步 他其实也不怕方平 可方平这变强的速度 真的出乎他的预料 这才几天呢 风天一脉出山也没多久 而之前被一位天王追杀的 四处顿逃的方平 而今居然都可以和他抗衡了 风叹息道 来此地不是为了斗狠的 好好破关吧 他也没太大的兴趣和方平在这儿死战 强者们来这儿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机缘 就算杀了方平 他也得有大麻烦 若是同归于尽 那才是真的一切成空 方平笑了一声收敛气息 瞬间化为常人 笑呵呵道 风天王果然有气度 问一句 此官哪位皇者镇守 北皇 风笑了笑 侧头看向月灵 月灵却是一言不发 也没多说的意思 方平也没继续问 他现在也没时间问 在霸天帝那一关 时间太短 他都没来得及干什么 就被弄走了 此刻的他质变之法还没完成 天王印和圣人令 也没有彻底练化 加上铁头的玉骨 还没有彻底锻造完成 方平也不管他们了 单手抓起还在蜕变的铁头 朝一边走去 接着布下了一道道精神力防御罩 天王印和圣人令在四周盘旋 封锁了他和铁头 风看到这一幕笑了笑 也不说什么 李寒松玉骨在蜕变 方平显然不放心他们 此刻也没兴趣和他们说破关的事 风没再看方平 方平之前原力转换 力量强大了一大截 他没十足把握拿下方平 既然如此 他也不愿意冒险和方平交手 方平虽然在炼化天王印和圣人令 不过也没耽误他观察其他人 此地人不少 除了月灵这三位天王级强者 还有其他人在 神教的 药神祷的 地窟的都有 方平还看到了一个熟人 花旗道 当然 他没多看 此刻这些地窟强者见方平来了 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一个个收敛气息 龟缩到了一边 生怕方平注意到他们 此地可没有地窟强者 就算有 方平连风的面子都敢搏 还在乎普通天王 天职在这都没用 李主和红宇在才行 风也不管方平 也不在乎那些弱者 到了他这样的境界 破六他虽然在意 可也只有到了破七 他才会真的上心 此刻的风再次看向月灵 月灵 这是你赴的关卡 五等在这也有一段时间了 还没看出端倪吗 风不是一开始就在这 他已经破了两关了 此地是他的第三关 虽然没方平那么妖孽 已经破了六关 可速度也不算慢了 北黄这一关他觉得应该不算太难 北黄在九皇当中不是太出彩 他也不熟悉 不过被困的这段时间里 到现在还没发现破关的端倪 他也有些着急 月灵没管他 继续在大殿中四处查看 眼中也有些缅怀 这是北黄宫中的一处建筑 小时候 父皇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闭关 而他那时候也经常来此 而今他也不确定 北黄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现实中的北黄宫已经被毁灭了 金玉故地重游 月灵也是心情复杂 大殿中没看到北黄的身影 不过大殿中有一尊雕像 北黄的雕像 风查探了几次 不确定投影是不是在雕像中封存 他几次想破坏雕像 看看能否让这一关继续下去 可每次想破坏 月灵都眼神不善地看着他 一副你敢破坏 我就敢拼命的姿态 也让风有些无奈 比起月灵 月灵没那么让人忌惮 他当然不怕月灵 可这一关是北黄的关卡 他担心对月灵出手 会出现一些变故 如今方平来了 他更是投鼠忌器 自然不敢贸然出手 月灵 其他人都在破坏 我们难道一直要被困在此地吗 风再次提醒了一句 闯关的不止他们 很多人 其他人闯了多少关 他不知道 可继续在这耗下去 不值得 月灵瞥了他一眼 冷冷道 本宫正在找 他也想破坏 可他不愿意看到 父皇的雕像被破坏 可他也明白 这一关的关卡 好像关键就在雕塑上 再这么下去 风哪怕忌惮 也不会再客气 月灵余光瞥向方平 不知道方平待会出关 会有何想法 心中叹息一声 父皇不知是否陨落了 当年北黄刀悲鸣而来 他其实有不好的想法 自己的父皇 也许和帝皇一样 也寄灭了 当然 未必确定 西皇刀也破碎了 西皇确实未必死了 镇守三门有三皇 镇守仙元好像也有三位 再加上寿皇 现在可能有七位皇者还活着 若是如此 除去帝皇 也许只有一位皇者还寄灭了 甚至是不是有一位寄灭 都不确定 搞不好就帝皇寄灭了 有些事月灵也不想多想 如今三界局势动荡 哪怕北黄真的活着 也未必能做什么 之前仁皇就是最好的例子 方平虽然在修炼 可以再听这些 此刻的他也看到了那尊雕像 这大殿中就有一些桌椅板凳 很简单的布局 要说特殊就是这尊雕像了 恐怕破关的关键就在这 不过方平没时间去管这个了 此刻的他一边等待铁头 蜕变完成 一边迅速炼花 很快方平身体威威一阵 这种柳林兰倒 你会看到这了 可以看到出头 而飞 感谢观看